Hello,大家好,我是安娜,欢迎回来,今天就是一个空瓶季,是3月份到现在吧,就是7月份,这么三四个月,就今年第二季度的空瓶 最近一年,就是从年初就开始频繁的长痘,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痘印都还在这儿,所以基本在精简护肤 那今天会分享很多身体搭洗头发的,这些用的会很多,好像就像精华类这种,就是没有上一期那么多了 洗脸的东西空了一二三四五,就算这五个吧,还是算是挺多的,那卸妆油我一下买了有七八瓶 所以这三个月就只空了,因为旅行的时候带着的Eve Long的这种胶囊卸妆油 每一套有一个这样的小盒子,旅行的时候把那个胶囊卸妆油塞进去,还有一袋那个胶囊 所以这算是用完了两盒两套,这我觉得蛮好用的,特别这种形式吧,就是旅行的时候带比较方便 也不怕一个大瓶子卸妆油撒了呀或怎么样,里面那个卸妆油就是Eve Long家那种精油的味道嘛 卸的也挺干净的,比较厚一点,总体来说就是非常适合旅行,以后还是会回购的推荐 剪面乳有三个,先说一个这个吧,就是Tata Harper 我很久很久以前斯芙兰打折的时候推荐过,主打那种植物的 但是是精油味挺重的,其实大部分我都没有那么喜欢 因为它要么就是肤感不太好,要么就是那个味道就特别奇怪 但这个截面我特别特别推荐,叫Regenerating Cleanser 它是里面有一些磨砂颗粒的,虽然我现在基本都不用这种磨砂类的去搅置 都用什么A醇呢,果酸这种去剥脱搅置 但是这个真的是好细,然后它的味道是橙子的味道,也非常好闻 如果你是习惯用磨砂膏这类产品的话,一定要买这一款 虽然贵一点的,这才好用了 那我这个用了好久了,其实还剩一点 但我觉得已经过期了,至少可能有两年了 用光了一个Alphin Beauty,这个都已经用了好多罐了 每次斯芙兰打折的时候都给大家推荐 还有一些水果中的梅,有一些果酸的,这个截面乳 然后起泡量是中等不是很高 但是很喜欢的那种水果的清香 洗完皮肤又没有特别紧绷,也还是很干净 也挺温和的,这个我一直回购一直推荐 用完了一个Fresh家的大豆截面 这个小包装50毫升也是旅行时候带着挺方便的 斯芙兰有时候经常积分可以兑换 我这也是兑换过来的 这个不说了,经典产品还是很喜欢氨基酸截面 很推荐,比较温和的那种 像爽肤水类呢就两个 大家知道我是很喜欢用早上用VC的那种水状的 所以是干脸上 那么我爽肤水真的用的比较少 只是说停VC或者是有些特别需求的时候才用 最近就是因为长痘嘛 就是又用了一个宝拉甄选的这个水羊酸的这个toner 还有2%的水羊酸 但它拍到脸上还是就有些油分添加 可能是想滋润一点,不要那么刺激 总体来说我觉得不是很刺激那种 不会上脸上刺痛 所以一般长痘的期间我是会用这个 我觉得有一定的效果 就是帮助皮肤疏通毛孔的效果 但是因为我的痘是因为内分泌引起的 可能油分阻塞毛孔只是原因之一 更主要的是内分泌的原因 所以也不是说用它就完全不长痘了 但至少平凡暴痘期间它还是有帮助的 我还挺喜欢的一个经典产品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算是爽肤水嘛 就是Lamere家这个流津水 这个其实因为这个我因为现在摇晃了 其实还剩这么多 但是我不想再用就想把它丢掉了 原因是我这个也是买了有两年了 我觉得护肤品嘛 就是你开封了一年 甚至一年零一点就还好 那现在两年了 我真的觉得要过期了 用的时候要摇一下 然后它出来有点像很浓厚那种乳液 就牛奶乳液状就很稠的那种 这个网上褒贬不一 我是觉得如果你是比较敏感的 比如用了A唇 然后你又是干皮 脱皮啦泛红啦 然后你涂什么都疼的时候用它 你确实感觉到非常的修护 非常的温和 然后确实非常舒服了 所以除了它是比较规感的 就涂到脸上的滑滑的以外 我觉得它这个修复力什么的还都蛮好的 特别是熟岭的那个皮肤 很容易刺痛敏感的用它 还挺不错的 我以后如果有需要 比如觉得需要滋润的 我可能还是会考虑这个流金系列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防晒霜这三个多月吧 用完了这么一大堆 因为这个是我们全家用完的 就是包含小朋友的 所以我自己一张脸 我身上涂就算也有线美 用完这么多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这真的很多 然后我先说这个不太好的 就是这个Neutrogena的 Neutrogena这个防晒分很多很多款 我这个叫Ultra Shear Dry Touch 它是不泛白 但它有个问题就是 它蹭到那个车的内饰 那种黑色的像皮子那种地方 就是有一块印子 然后非常难以擦干净 我当时买的时候 因为是在夏威夷 是不是我去年发Vlog 说在夏威夷的那个ABC店里面买的 否则我自己是不太喜欢 这个Neutrogena这一系列的防晒 虽然它比较便宜大碗 还用过了一个Eve Lone的防晒 这好像挺小众的 它的配方啊 就是美式经典的那个防晒 所以用的防晒剂都是 随老的 就是比较经典那些 然后它的肤感呢 也没有任何香味 那种乳液状 也不是特别油 也不是特别清爽 不泛白 就是这样子 然后没有什么香气的 总体来说也没有太多的雷点 但是 因为现在我就是挺喜欢 那种韩国的10块20块 那种便宜的防晒 服感又好 用的防晒机有比较新的 所以我对这个 就没有特殊的这个感觉 但它不难用 用了一个韩国这个防晒气垫 这也推荐了好几年了 就又用光了一个 但我发现 这个韩国这个产品 就是它好像红了 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红了 就我再回购的这一支 就没有我刚开始用的时间久 我觉得很快就用完了 感觉抽调了缩水了里面的这个亮 因为它是气垫的嘛 就是按压在脸上 而且是物理防晒 所以我就觉得用的特别短 就是几下就没了 但因为这种韩国的防晒气垫 这形式呢 出的还蛮少的 就没有那么多竞争对手吧 所以这个形式我挺喜欢 出外面去补装 还是个物理的 涂上去还冰冰凉凉的 还挺舒服的 所以没有什么竞争 我八成以后还是在回购的 还用光了这个APU的橘色的 这个是我去年发现的平价防晒 这也是我后来回购之后 它水油分离 不但这个把它涂到脸上 还更泛白了 比我最初买的时候不一样了 就是它一袋一袋 每一个版本 或者是它里面配方 我不知道是不是调整了 总之没有我刚开始用的好了 然后今年之前给大家做防晒视频 我又发现了很多新的防晒 所以这个我以后不会回购了 还用光了一个就之前给大家做视频 今年发现的韩国评价防晒 Beauty of Joseon 不知道读这个对不对 然后这个也蛮便宜的 防晒剂很新 肤感很轻薄 没有什么味道 对 剩在这么平价 可以买到这么好的肤感的防晒 我还是很推荐 这个八成以后是会回购 特别给小朋友涂就感觉比较爽 但是它有一个bug 我这个点也是蛮奇怪的 就是我不小心有一滴 滴在我这个白T恤身上 它是白色的乳液嘛 我就觉得把它抹一下擦一下 然后一洗就应该干净了 但是没有 它会留下一个淡淡的 非常淡的油漆状的黄色的一个印记 就洗不掉了 当然你平时涂一下防晒 蹭到衣服上是不会留印记的 我只是说我发现这样一个点 然后我那个白T恤就是这一件 眼见为时 大家看见了吗 在中间这一块 就是有一条黄黄的 还用光了一个也是今天防晒合集 跟大家推荐的韩国防晒 Thank you Farmer 这个也是蛮轻薄的 但我发视频了之后 有小伙伴说他们 就Costco上过这个牌子 他们买了之后 说特别蜡眼睛熏眼睛 这个里面成分好像确实是有酒精的 但是我呢 因为是 就是我很少涂什么防晒蜡眼睛 非常少了 我可能对这个就不是很敏感 就是有看我视频 小伙伴给这样留言 所以如果你真的也是对防晒 特别敏感的 可能买这款就稍微参考一下 那下面就是面部精华 我还想说我好像精简护肤没有用太多 但精华还是用光一二三四五 加一盒就是六个产品 反正也正常就是三四个月 一个月两只也差不多 因为都很小嘛精华 然后VC精华用光了就一个单只的 这个BOW LABORATORY家的 用光了一个 它那个一盒是三只嘛 这个是我一直回购 一直推荐 我经常看到别的牌子出VC 我没用过我就会买来试 但始终没有PK掉它的 然后有小伙伴反应就是买了这个之后 到他们家就黄了 其实我的也黄了 我把它放到冰箱里了 另外两只 但它时间久了还是会有点黄 但黄也没关系 我就继续用 我就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又温和又轻薄又不油 然后涂上也是有效果抗氧化 然后脸会感觉白亮一些 也不让我长痘 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价格也没有那么贵 之前打折的时候 我把入的套组就是修理可的 我这个叫PCF 就是那个CEF配对出的 里面加了皮根素 其实修理可加的VC拳头产品 我也自己挺喜欢的 然后这个PCF感觉就是会抗痘一些 就是油痘机一般选PCF 正常皮肤是CEF 但是我用它那个期间反正还是长痘 然后加上它现在长得挺贵的 好像一百六十多美金 就是越来越贵了嘛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以后可能也不会买了 这期间我就用了 这个也是一年多以前的网红产品 叫PhytoC这个橄榄精华 它就是有点这个凝胶的状态 但是很褶梨的感觉 它涂上是那种很水的 有点玻尿酸那种滑滑的 然后不黏是那种褶梨的感觉 很滑很舒服 就是脸上大面积抱痘 像我之前下了一堆就挺疼的 然后涂它是非常舒服的 是感觉是会有修护的效果 但是第一它不能防止你长痘 就你该长痘还是长痘 它只是长痘了期间 帮你去修护一下 另外橄榄里面T恤的成分 有抗氧化的作用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有痘肌 你又想要一个安抚的感觉 然后有抗氧化的感觉 就可以买它 起码它比很多很多精华 涂到脸上没有那么刺痛 包括我用A唇 就是脸会很干很脱皮的时候 用它也是挺舒服的 价位不低 但打折的时候大家可以入 总体来说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还用光了一个Fresh家的新品 茶叶的提取物也是抗氧化的组分 然后它这个香味就是Fresh家那种 像莲花面霜里的那种清新的花香 但是特别淡 非常宜人 我觉得Fresh家产品就是使用感特别好 然后也比较温和 然后香香的涂在脸上 我觉得年轻的健康肌 用一个这个还蛮不错的 特别现在夏天天气比较热 然后你找一个简单的 不睡保湿抗氧化的精华还不错 原价可能稍微贵一点 但Fresh家就是官网经常打折 那个时候入我觉得还划算 去年很喜欢的一个A醇精华 它就是那种玻尿酸 然后什么麦人提取物 然后有一些比较温和的A醇的添加 也是这种褶离水状的 因为我上半年一直长痘 就不怎么用面油了 都是用这种轻薄的玻尿酸的补水的 温和的保湿类精华 这个算是一个抗老精华 我一般是晚上用 挺不错的 就是有的时候会感觉稍微黏一点 但反正你后面再加一些乳液面霜 也不会觉得怎么黏了 对 这个我也挺喜欢的 然后还用了一个国货 这个是朋友送给我的 就是朋友回国 然后说给我的这个土特产 叫可富美 重组胶原蛋白 机遇 修复刺刨精华 里面是这个五个有点像 这种 就是塑料的 然后你拧开那头一挤出来 这种每一支一般如果早晚用的话 就是一整天绰绰有余 连颈部都可以cover住了 我不知道我朋友买多少钱 可能也不会很贵 但是现在好像国货护肤品像这种 所以有名一点的牌子可富美 好像也不便宜了 然后我总体感觉它是比较温和 但是怎么说呢 是不是我先入为主啊 就觉得挺寡淡的 就是除了一点保湿的感觉 好像也没什么了 对它的感受好处也没有那么强 但是也不雷 反正就是朋友送的 我不知道 因为我视频发了 B站的小伙伴也可以发 很多在国内小伙伴 应该是很熟悉的这个产品 你们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感觉 然后这个也不是用光 也是快要过期了 就之前一直用来着 就是用生一点一点 大家看这个Dr.Denis Girls家的 一个去豆精华液 这含有水洋酸一些 去豆成分吧 那说实话我没有觉得有什么用 它是这种泵头 然后挤出来 大家看是这种 比较稀的 也是这种褶泥状的酒精的味道 因为很多去豆产品 好像都会放一些酒精 一个是肤感会比较清爽 第二是不是杀菌一下 倒也没有觉得很刺激 但是我就反正也没什么用 我肯定以后不会再买了 就眼部的 123 1234 眼部用光了4个 有两个是特别小的 就算小样 有两个是正装 Dr.Denis Girls家的一个维C的眼精华 这个成分就是维C颜生物 就是让你的眼周紧实 就可能通过一些果酸维C去刺激消炎蛋白 然后什么淡化黑眼圈 总体也不难用 但是也没有说是 因为它比较轻薄那种精华 没有觉得特别的淡纹 不觉得难用 但是好像也说不上来 它的特别有亮点的地方 还用光了一个 这个我非常喜欢的 Orveda家的Eye Contour Botanical Gel 就它是那种凝胶的 我不是做了那个平替 还找了一个类似的平替 就那种凝胶质地 这个我特别喜欢 就是又薄 又感觉不水保湿 又不搓泥 这个我很喜欢 以后还是会回购的 配合比较轻薄的眼部精华 我之前跟大家推荐过 这个Hourglass的出了一个 就是还算挺贵的 稍微有点高端线的护肤线 叫equilibrium 平衡的意思 就是它这个眼霜 它这个眼霜 我现在还有一个正装正在用 就是那种很厚实的 涂到眼睛上 就像涂了凡士林那样 特别厚特别保湿 所以我觉得淡纹的功效是有的 特别是干纹 所以我一般晚上会用个 湿黄唇眼精华 加外面加上一层这个 特别是秋冬的时候 我的眼睛很容易出干纹 我眼周特别干 所以这个我很喜欢 但如果你不是很喜欢那种很黏的 就像凡士林那种质感的 别买了 它搓泥倒是不搓泥的 然后还用了一个叫basecare的一个小药 其实它们家眼部产品 真挺不错的 纯植物的 薄的同时又很润 就你涂完这儿 你能很长时间的摸这儿感觉 它是湿湿的嫩嫩的皮肤的感觉 我经常长痘呢 用的面霜也不是很多了 就是有两个小小的 一个是这个Valmont助养面霜 用完了一个小小的 抠得干干净净的 这个就是它那个瓶子打开 它和氧气结合 它会产生像泡泡的东西 木丝你把抠出来涂到脸上 我就觉得是挺保湿的 其他的功效没有太绝的 就是非常保湿 但是我觉得保湿这个词就很寡淡 但其实我说它挺保湿的 已经是对它对一个面霜的很大的赞扬了 因为就很多面霜大家用就是很油 油完了之后皮肤还是很干 但这个我觉得真的没有 就是还是确实挺保湿的 面霜其实除了有一些盛泰 A纯这种抗老成分 最主要就是要做到保湿 这个其实是被各种皮肤科医生那种博主 就是他们也是掐饭种草的 就是La Roche Projet 理肤全的一个修复的夜间修复面霜 我在YouTube上看很多皮肤科医生那种背景的 所谓护肤博主吧 就是他们推荐的 就是说这个修复力特别好怎么样 然后我用光呢 我觉得产品没问题 是很保湿很修护又不刺激 就是也没有什么香味 然后你涂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 就是温和不刺激 但是我觉得它肯定是比不上La Mer的 这个就是咱有一说一 就是La Mer可能也不会说你50的看上去像30 但是真的是那种保湿力修护力上 那它肯定是不如的 物肤品上那个金钱观是不一样的 有人就觉得几百美金买一个La Mer 也不过就是个保湿 那这个也行 那我觉得这样说也可以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 那它的这个保湿修护力肯定不如La Mer 我有一个大肝唇 所以这个护唇的东西不能少 然后先说两个就是没太用完 但是过期了不想用了 一个是La Mer这个唇膏 这可能都得两三年了 然后我也找到平T了 之前给大家分享过 所以这个就扔掉了 就是稍微说一下 我还是挺喜欢的 蓝扣的 但这款帽子也挺产了 就是它的这个一个润唇蜜 还挺滋润的 有点薄荷的感觉 就挺舒适的 那这个很贵 大概将近要30美金 并且现在好像都不怎么卖了 就很少的地方有卖了 但是我找到了平T 就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韩国这个叫Laka 我也是偶尔买到的 这有点黄黄 这有点紫紫的对吧 两个颜色 但其实涂上完全没有区别 就是都是透明的 没有什么颜色 然后这个涂上也会有 晶晶亮那个玻璃唇的效果 非常漂亮 我之前好多那个视频里 嘴唇晶晶亮 都是唇膏外面加它 然后它还水水的 完全不黏 就是你头发到上面 不会黏到上面去 这我特别喜欢 我现在还有一只 就是一共三只 但是就买不到了 头发的产品还用的挺多的 当然这也是全家的了 我以前推荐过的 就是叫New Coco这个椰子的 我最近就是也没有洗发水嘛 那时候在亚马逊上 就又回购了一个 还是挺好用的 就是你要猛摇 然后出来就是那种 一坨膏状 但它的问题就用特别废 就因为每次要挤大坨才能起泡嘛 所以就用的很快 但我还是挺喜欢的 以前推荐过的Vegamore 一个conditioner 就是一个护发素 我不是每次有很多护发素的 所以平均两罐洗发水 用光一个护发素 对这个用光了 橘子汽水味 我喜欢它的味道 植村秀的一个洗发盐 这好大一罐 感觉还是挺高级的 那个沙龙香 但是就是非常非常香 而且还挺贵的 我觉得它好像性价比 不如那个Crosstor for Robin 加那个海盐的 所以以后的话 我觉得大家还是买那海盐的 用起来没有差太多 但这个很贵 植村秀的护发系列 我特别喜欢这个护发精华和发油 发油可能之前空瓶机空瓶了 然后这个护发精华 因为是很大一罐 才用空 这个我很喜欢 对 这个就是斯芙兰打折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购入 是一个免洗的 然后很轻薄的 头发会比较保湿的感觉 不容易毛躁 Hofus里面不是有很多 那个所谓有机的那些护肤品 然后我看它在很醒目的位置 就是这个牌子的洗发水 这个牌子我就买了一个 不好用 超级不好用 就是洗完头皮会痒的那种 后来我就把它用来洗 真丝的衣服和羊毛衫了 身体类的呢 有两个 一个就是这个牌子 也是之前斯芙兰上面新上的 这个沐浴液 其实它这个味道还挺好闻的 定价比较贵 你喜欢在沐浴东西上花钱 我觉得还是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我这人就是 经常不用沐浴液 你看我沐浴液很少有空瓶的 我经常就是洗完头发 那洗发水 就身上基本就差不多了 或者洗脸那洁面乳在上半身一袋就差不多了 对我用的比较少 然后这个Copari的身体乳粉色的用光了 我还挺喜欢的 那个绿色的也就马上用光 绿色的是椰子油的 这还有点再擦一擦 这个就是香香那种Cookie的味道 这我挺喜欢的 空了两个香水 这也是用了好几年的 就是我也是两年多以前做过香水合集那一批 之后我就几乎不怎么买香水了 就是把那个视频里面做的那些我喜欢的用完 我估计就要用了五年都用不完 DipTig加的叫水中影 对这个香水 这下我老公送给我的 用了好多年 一个Jo Malone加的这个Blackberry and Bay 黑莓的 这我特别喜欢 很适合夏天的那种水果味道 最后就是一些面膜 然后用了一个敷清的痘痘贴 这也没什么可说 就是什么小红帽 什么凑单的时候买的 真的涨了很多痘 上个空冰季就有痘痘贴很多 就是四连全都用光了 维购这个威诺娜的 就是叫舒缓修护冻干面膜 我这个挺喜欢的 特别是A唇脸疼的时候 就是晚上你想护一下敷吧 你用其他的什么涂抹是面膜 都不行都会疼 这个不会 然后有补水保湿的感觉 我还挺喜欢的 用光了几个日本韩国的手膜 我也坚持不下去 对就想起来用一下 然后还用光了 对这个也是手膜 Innisfree的 这几个就是一个类型的 但两个牌子 这是Glame Glow 这个是Rodeo 英国的Rodeo 然后我觉得Glame Glow 这个更好用一点 这个用光了两个 黑色的纸膜敷到脸上 但它里面那个东西 精华液接触空气之后 会变一层泡沫 就像脸上长毛了一样 觉得好像皮肤干净一点 挺有趣的一个清洁类的面膜 但又不是用泥状的 会更加温和一点 我挺推荐的 好 以上就是3月到现在7月的 第二季度的空瓶季 我觉得是精简忽敷了 但还是分享了挺多东西 那就这样吧 然后就期待着我下一个 第三季度的空瓶季 我们下次空瓶季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